前人一直很好奇给观众老爷们拿到自己的新电脑后第一步做的是什么 拍摇发朋友圈,检查一下电脑硬件,还是有一些独门的小技巧呢 那本期K强就盘点了一些可以帮助大家提升使用体验的Windows电脑设置 每天一个生活小妙招,看看你学会了没有 Windows系统就是喜欢自作组张我瞎更新,跟我天天软件崩溃 而且还会留下不少的更新文件 你看你看,又在头谋更新被我逮到了吧 想要关闭系统更新,只需要按下Win加R键,输入servers.msc 然后回车,就会进入服务列表,往下滑找到Windows更新这一项 然后右键直接停止,在右键点击属性,将手动调成禁用,就算是彻底封杀了 如果还不放心的话,到恢复这一栏,全部选择无操作 然后把重启日期改为99999,我就不信他还能给我更新 当然如果你觉得太麻烦的话,直接Windows加R一键打开设置 点击最下方的Windows更新,右侧就会出现暂停更新的选项 不过最多维持5周,又要重新来一遍 那如果喜欢更新系统版本的话,直接忽略就行了 第二步,咱们把一些没用的开机自动启动项目都给他关一关 直接按Ctrl加Shift加ESC,把任务管理器呼出来 点击左侧的启动应用 右键把右侧不需要的启动项全部禁用即可 当然一些电脑买回来之后,可能会有一些没用的应用软件 可以按Win加R进入设置,在应用安装的应用里把这些没用的软件全部都卸载掉 而大家在准备下载一些游戏和软件时 千万记得把屏幕和睡眠都给他换成永不睡眠,永不吸屏 不然晚上网那一放,下载到一半,咔嚓就没了 设置也很简单,只需要右键开始菜单按键 选择电源选项,全部调成永不就行了 笔记本用户的话,也记得一直把电源选项切为高线的模式哦 接下来这个操作就非常好用了 一般电脑的文档啊,音乐啊,视频下载这些等文件夹默认都是位于系统盘的 但随着日记越来的使用,系统盘会被占得越来越多 所以就要把这种现象扼杀在摇乱之中 温加二键,打开设置 选择系统,存储,高级存储设置 保存新内容的地方 然后将地址全部选为其他盘幅 如果你的电脑已经用了一段时间也无所谓 打开我的电脑,在要转移的盘幅建立文档音乐视频下载的文件夹 然后右键左侧会计栏上的文档音乐视频下载文件夹 如果没有的话就去C盘找一下 右键对应的文件夹点击属性 将位置移动到我们要转移的地方 等待完成就算大功告成了 当然电脑平时自己也会生成不少临时文件 所以还需要开启自行清理功能 温加二键打开设置界面 点击系统,存储 下方有个存储感知 用途就是自动清理一部分临时文件 释放一部分空间 可以看个人需求开启或者关闭 点开内部存储感知 就能够根据习惯选择自己清理的频率和条件了 弄完之后我们再回到桌面 右键回收站选择属性 将这一栏的大小改为100M或者是1000M 当文件大于这个数值时就会自动删除 一些大型文件不会堆积在回收站 平时误删了图片文件也不会出现找不回的情况 都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进行设置 然后就是这个凡人的通知和隐私 同样的温家爱打开设置界面 点击系统通知 直接把通知关闭与时隔绝 然后隐私与安全项这一栏就比较猛了 这一溜能关的都可以关 可以说啥有没有 即便有也和普通玩家八干都打不着 什么收音机啊 联系人啊 日历啊 这些都可以全部关掉 关掉 接下来是任务栏 温家爱进入设置 打开左侧的个性化那一栏 选择任务栏 把里面一些没用的小组件啊 聊天啊等等 全部根据需求关闭 然后再点击下方的任务栏行为 可以选择将温11的任务栏靠左 就像以前一样 返回个性化界面 选择开始 可以选择文件夹显示 勾选之后这些常用文件夹的快捷键 就会显示在开始赛单的右下角 建议就留一个设置干净一些 还有就是这个输入法 一会儿windows键加空格 一会儿shift加control的 就这么几个键被他怎么明白了 直接温家爱键呼出设置 然后点击时间音语语言输入 高级键盘设置 点击输入语言热键 再点击下面的更改按键顺序 将切换输入语言 换成control加shift 就可以在中文和英文之间来回切换了 温家空格的全盘切换 也依旧是可以使用的 有些玩家买回了新电脑之后 桌面可能只显示一个垃圾站 我的电脑图标什么的呢 这个简单 只需要右键桌面选择个性化 点击主题 就有一个桌面图标设置 就可以把你需要的图标显示在桌面上了 接着打开我的电脑 先点击上方的三个点 点击选项 将打开资源管理器时改为此电脑 就不会每次打开都是快速访问 然后再点击此电脑了 还可以把隐私这一栏的 最近使用的文件夹和常用文件夹都不勾选 当然改完机的应用啊 再点击上方的查看 显示隐藏的项目给它勾选上 这样平时看不到的文件夹也都可以看到了 比如一些游戏的存档目录 就经常是隐藏的 可能还有些用户买了电脑之后发现C盘太大 放着也是放着 可以分出来一个小盘 存放一些文件或者是游戏 很简单 右键开着菜单键选择磁盘管理 找到你想分的磁盘 再次右键选择压缩 然后用计算器简单算一下 所需要新分区的大小建立即可 但动这一步之前还是需要确认一下 不然合并分区时可是要格式化的 谨慎操作啊 好了 本期的生活小没有招就到这里了 希望对各位观众老爷们有那么一点点的帮助吧 当然以上也只是小小的八个操作设置 还有很多实用的小技巧没有提及 也欢迎大家在评论区或弹幕中提问和补充 可以讲下次再为大家出一期更加详细的 当然也别忘了给个三连言支持一下 那如果还想了解更多电脑相关的小技巧小知识 记得关注超级客 我是给强 我们下期再见 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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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见